这个日本人被核辐射过不过半个月 却被医生强行续命83天 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的融化 全身肌肤溃烂 最后仅剩一颗心脏还在跳动 他叫大内九 是日本东海村核灵界事故的受害人之一 也是有史以来受到核辐射剂量最大的人 1999年9月30日 位于日本东京东北方向的东海村 发生了一起十分严重的核灵界事故 村子里的一家核燃料加工厂 因为工人操作不规范 瞬间产生大量核辐射 导致两人遭到超级量辐射 数百人受到轻微辐射 三万余人被迫隔离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惨案 因为日本工业一向以认真严谨 而被誉为拥有工匠精神 但很显然这家村里的核燃料加工厂 是落网之狱 事发当时 工人大内九和硝烟里人 正在进行油的提寸工作 按照标准流程 工人需要先将八氧化酸油粉末 倒进溶解塔与硝酸盐溶液进行混合 最后借助管道将溶液移入储存塔中 从而完成提寸工作 但领导横串锋为了早点下班 直接扶着漏斗 让硝烟里人将过滤过的溶液倒入沉淀罐中 并在大内九完成过滤工作后 将扶漏斗的工作交给了他 自己则是回到办公室 可以因此夺过一间 由于这家工厂并未对员工进行应有的培训 所以工人们并不知道这项工作有多危险 更不知道如何避免事故的发生 很难想象 日本作为一个受核辐射影响最深的国家 竟然没有全民普及核辐射的相关知识 或许这才是导致核辐射事故频发的原因 当日上午10点35分 小燕里人按领导要求 将第七桶溶液倒入了沉淀罐 按照标准 沉淀罐中的油不能超过5.5天克 否则就会引发核临界事故 而七桶溶液所包含的油 足足有16.6天克 圆超临界之量 引发炼士核变反应 什么是核裂变 蘑菇弹就是核裂变 沉淀罐突然内射出一道幽蓝色的光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剂十分响亮的撞击声 就好像从里面观之一只猛兽 甲马射线检测仪 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距离服射员最近的大内疚 瞬间痛苦暗分 最直接的感受是喘不上气 威力更是翻江倒海 头头一紧 对着沉淀罐就吐了出来 紧接着便昏倒在地 事故发生后 三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工厂周围350米内的居民 全部疏散 方圆10公里内 3万余人被要求居家隔离 不得出门 就连附近的农作物 也都被要求停止收割采摘 对于当时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是 河林街事故来势凶猛 但影响范围很小 距离成电关65厘米的大内疚 吸收的辐射量 约为16至23个瑞 一米外的小远里人 约吸收6至10个瑞辐射 四米外的横穿风 仅仅吸收2个瑞左右 赶来处理核事故的27名工人 受到了大约50号吸附的辐射 属于低水平照射 略大于一次全身CT检查 工厂周围300余名居民 也都受到不同程度低几辆辐射 而最严重的大内疚 受到的辐射量 是他们的2万多倍 是致死量的2到3倍 当他被送到当地的医院时 神志已经兴醒 过量的辐射 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严重伤害 只是皮肤显得有些发红 像是晒伤了一般 大内疚本身除了口渴腹泻之外 并没有感到其他不适 他告诉医生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出院回家了 但是当检查结果出来后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剂 大内疚体内的外周白细胞数量 在迅速减少 他的免疫系统随时都可能崩溃 到时候随便一点病毒 就能要了他的命 三人立刻被直升机 送往了放射科学研究所 进行更加深入的检查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大内疚体内的外周白细胞 就又少了一半 更加可怕的是 他体内的染色体一片混乱 不是断成几节 就是粘连在一起 发生了变异 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彻底丧失复制功能 也就是说 大内疚体内的细胞 只剩这一批了 死一个少一个 直到最后人没了 这就是辐射的危害 在那道幽蓝色闪光爆发的同时 加码射线夹杂着海量的中子 射向大内疚的身体 他们就像无数颗比沙力还小的子弹 穿过大内疚的皮肤 攻击它的细胞 吞噬它的生命力 面对这位前所未有的患者 与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 日本集中全国最顶尖的医学专家 投入所有的医疗技术 对大内疚展开全力救治 试图弄明白 核辐射对人体的危害 并将其战胜 在这次事故之前 世界范围内 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辐射的医疗经验 可以参考 医疗人员只能摸索着对症下药 想要救火大内疚的唯一方法 就是让它体内的细胞 恢复生机 大内疚被转移到 东京大学附属医院 这场与死神的较量 正式宣布开始 这个日本人 被强行续命83天 却只想解脱自己 大内疚受到辐射的第一天 身体皮肤呈现出一种红棕色 似乎是被高温灼烧过 面部和距离辐射员 最近的右臂肿得厉害 但神经系统五感基本正常 染色体一片混乱 细胞丧失复制功能 体内白细胞数量 仅剩不到正常人的十分之一 直到辐射第三天 大内疚体内的外周白细胞 全均覆没 医生对其进行选择性消化道灭菌 并全身使用抗生素 抗真菌 以及抗病毒药物辅助治疗 同时对大内疚的妹妹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希望能够借助移植健康细胞的方式 恢复大内疚的免疫系统 收到辐射的第六天 大内疚体内的血小板 也降低至危险数量 这意味着 它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让伤口止血 它的肺部开始冲血 无法正常受张 导致呼吸困难 医生针对性 进行无创伤性的 镇压通气治疗 并输住血小板 收到辐射的第七天 大内疚体内白细胞彻底清零 免疫系统宣告崩溃 此时任何一点病毒 都会要了它的命 医生将它转入无菌病房 将从他妹妹体内 分离出的造血干细胞 移植进大内疚的体内 并使用抑制 抑制不良反应的药剂 辅助治疗 但抑制是否成功 至少还需要一周 才能得出结论 收到辐射的第十天 大内疚呼吸困难的症状 进一步恶化 胸部严重积水 皮肤也开始溃烂 从右前臂 直到前胸部位 都是一片片的水泡 水泡内是肉眼可见的 浓液和丝状血块 医生按照三级烧伤的 应对方式 对大内疚溃烂的肌肤 进行治疗和保护 使用胸腔穿刺手段 从他胸部抽出 接近一生的积水 并开始使用呼吸器插管 辅助呼吸 作为一个刚做过 全麻手术的人 我深知那种氧气管 插在喉咙里的痛苦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内疚没多活过一个小时 都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收到辐射的第十六天 肝细胞移植出现成效 大内疚体内的白细胞数量 有显著的提升 从各部分提取出的标本 幼红细胞导 每300个细胞中 就有291个 拥有XX染色体 它们和剩余的9个细胞 相处十分融洽 说明这个治疗手段十分成功 无论是不肯放弃的大内疚一家 还是竭尽全力救治的医生 心里都充满了希望 可命运仿佛 只是和他们开了个玩笑 这是在长达83天的噩梦里 唯一的一束光 大内疚的腹泻现象 一直得不到改善 医生对他进行结肠镜检查 发现长年末萎缩十分明显 绒毛也消失不见 这些绒毛是人体吸收水分的重要部位 这也是为何大内疚会持续腹泻的原因所在 受到辐射的第22天 辐射造成的皮肤溃烂症状 开始扩散至全身 大内疚全身开始溃烂脱落 渗出大量混杂着血水的体液 但这些体液却不会结痂形成保护层 更没有新的肌肤再生 因为它自身的细胞 早已丧失了复制功能 大内疚的肌肤 会一层进一层的坏似脱落 直到露出骨头 医生尝试过移植人造皮肤 但根本就挂不住 每次护士给他换纱布的时候 都有粘掉的肌肤 最可怕的是 大内疚的神经系统基本正当 他不仅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融化 更是每天都在感受千刀万剐的痛苦 这个35岁的男人 早已被折磨得没有了尊严 他撕心裂肺的喊着妈妈 喊着要回家 他苦苦哀求一声 说他不想治了 他只想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去 但医生和护士却不能 也不敢就此停止对他的治疗 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因为家属还没有放弃 因为大内疚是世界上仅有的 受到大几量辐射的患者 医生不仅要不计代价的 动用一切手段去维持大内疚的生命 更要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个症状 每一个治疗细节 因为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实验机会 任何有关核辐射对人体危害的数据 都无比珍贵 没有前人的奋斗与牺牲 后人往往需要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和患者痛苦也是真的 所以这事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没必要强加给谁 说到辐射的第25天 成功移植的细胞开始出现排斥现象 每10个细胞中 就有一个细胞染色体出现异常 情况与大内疚被辐射后 混乱的染色体十分相似 医生也找不到原因 只能推测是因为大内疚 遭受的辐射剂量太大 导致体内的部分物质也具有了放射性 开始攻击哪些正常的细胞 这一推论将所有人都推入了绝望的境地 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部都失败了 但依然没有人选择放弃 受到辐射的第27天 大内就腹泻加重 回肠黏膜脱落 排泄物几乎只剩下了水 每天都要流失一公升的水分 第35天进一步加重 横截肠黏膜脱落 水分流失提升至每天约2公升 第49天 肠黏膜完全脱落 未黏膜开始萎缩 小肠开始渗血 医生将肠黏膜保护剂 直接送到小肠希望能缓解症状 但大内就的肠道 早已没有了吸收的能力 医生的救治手段 反而加剧了他的症状 大内就身体完全储存不住水分 干瘪得没有了人样 没有水分后 渗出的血液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的一天800毫升 到后来的一升多 再到最后 每天体液血液一共流失近10升 医生只能不断地给他输血 有时一天就要输十几次 但这边往里输着 其他所有地方都在往外伸 只能先用绷带和纱布 将大内就包得像个木奶一样 但对大内就来说 无异于伤口上撒烟 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 医生不得不给他 注射大量的麻醉药物 来缓解他的痛苦 可所有的努力和坚持 都无法改变结局 此时的大内就 只是一具骨头裹着内脏的活尸体 靠着各种机器和药物 万分痛苦的掉命 核辐射是怎样一步步侵蚀人体的 日本医生不顾患者哀求 强行为他续命83天 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受到辐射的第57天 大内就出背部和头部之外的肌肤 全部溃烂 每天上肾下泻 流失大量血液 为了给他续命 医生每天都要不间断地给他输血 但频繁的输血 对于心脏来说负担很大 为了将血液输送到全身 大内就的心率 始终保持在每分钟120次左右 负荷相当于一位马拉松选手 全力在奔跑 长期不间断这样超负荷运转 不仅会加速消耗心脏的寿命 更是随时都有当机的可能 受到辐射的第59天 早上7点左右 大内就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本以为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但检测到他心跳停止的医生 在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抢救 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医生与死身进行了三次较量 无一例外都是医生赢了 但是大内就也因为心肺功能的罢工 影响到了大脑 虽然他的脑电图还有跳动 但人已经无法做出回应了 只能靠各种机器来维持身体器官的运转 受到辐射的第68天 压倒众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大内就一致成功的细胞也出现了病变 开始攻击正常的白细胞 医生抢救性的不断注入人造血药 输送新鲜血液 但依然无济于事 大内就的免疫系统再次发工 血压也开始变得不稳定 出血量进一步扩大 甚至高达每天三公升 第70天出血症状进一步恶化 下效化到出血有所减少 上效化到开始猛烈出血 总出血量高达7公升 在这种情况下 大内就又坚持了10天 医生几乎每天都在和死神赛跑 争取收集到更多宝贵的资料 大内就唯一完好的器官 只剩下大脑和心脏 因为这两个器官细胞的更新速度较慢 所以才能挺到最后 受到辐射的第81天 医生和家属终于决定放手 当大内就心脏下一次停止跳动的时候 就让他解脱 受到辐射的第83天 医生拆掉大内就脸上缠着的纱布 让家人见他最后一面 家人不断地呼唤他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就在即将进入第84天的时候 大内就终于脱离了苦海 而和他一起遭受辐射的同事 消炎李仁 虽然受辐射量只有大内就的一半 也在受到辐射后的第221天 因为肺炎去世 而害得他们遭受辐射的领导横川峰 因为遭受的辐射剂量小 在大内就去世的前一天 就康复出院了 对于这场真实发生的灾难 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有人觉得大内就太过不幸 有人觉得医生做的不对 但我更愿意将责任 归于工厂的不负责任 和工人的无知 我只希望大家平时 能够更加的谨慎小心 来预防不知何时会发生的意外 只有不断地完善自己 才能打好人生的每一场战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此类视频的话 请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